《何干你,喝少了一杯公帝》 我覺得每個女生都想找張之榮 雖然很幼稚,做這些事很無聊 但又會哄到你很開心 戀愛這件事是要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如果她哄到你開心的話 其實也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她並不是一個幸福消失 她是有遺憾的 不是每一段愛情都會有HAPPY ENDING 最重要是過程 他們這對情侶在愛情中 雙方都成長了 所以過程是最重要的 他們這500天體驗了愛情 最重要是那個人是不是Mr.Right 男主角不是女主角 有人會覺得那500天浪費了男主角 但我反而覺得女主角一直給了 那麼多機會讓男主角改變 但也沒有改變 所以分手了 所以是否適合才是最重要的 柯金說世界上最難明白的東西是女人 但我覺得世界上最難明白的東西是緣婚 我畫了的是她跟她第一個老婆 當初她說到自己很愛這個女人 要永遠跟她在一起 但到最後她也是跟她離婚 娶過另一個女人 所以即使兩個人說到有多愛的對方 沒有了緣分在裡面 就什麼都沒有了 雖然她是很浮誇的說到要殺人 但我反而喜歡她這種手法 可以表達到那個年紀的時候 我們不管任何東西 我們都要在一起的那種決心 這份率性到長大了之後就會沒有了 長大了之後 很多事情都要考慮很多因素 小時候喜歡就喜歡 那就會在一起 不會介意這麼多事情